我其实不抗拒年轻人去外面找东西做也好 移民也好 我认为政府还应资助他们 譬如每月付五千元生活补贴 为什么要资助或者补贴? 既然是他们自己决定 即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他们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 我旁边的司老板是中原地产老板 司老板欢迎你 其实最近多了说移民的题目 我知道你好像有些很有趣的提议给香港政府 我其实认为现在的年轻人纯粹用延迟去想改变他 是很难的 他需要在一个实际环境下 他才会全方位受到环境的影响 他才知道哪些事情不实际 哪些事情才是真实的情况 所以我其实不抗拒年轻人去外面找东西做也好 移民也好 我认为政府还应资助他们 鼓励一下 补贴一下他们 是吗? 为什么需要资助或者补贴呢? 既然是他们自己 就是用纳粹人的钱去补贴他们 不是的 香港也要香港人照顾的 如果他找不到工作做 是不是? 他走了 失业率就可能不用这么高 是吗? 他找不到工作做 可能又要拿纵援 要政府照顾 政府也要有很多福利制度去照顾他 所以他不如去外面坐下世界政府 鼓励那些人去 例如每月付5000元生活补贴 他去台湾就 很好 够生活 是啊 那起码就先够够吃 那他就放弹去 放弹多年? 一人给10万 10万 你有一百万人才1000亿 那大湾区算不算? 大湾区不算 大湾区不算 有他们向往的民主制度 就是相对开明的 那他就可以去到看看 有了一人一票选举的国家 那里的人民实际上是过了什么生活 那个优势在哪里 实际去观察过 我相信他们体会会更新的 我觉得如果你特首一定不会这么说 因为你不是特首 你觉得通过的机会有多大? 真的会实行的机会有多大? 真的会实行的机会有多大? 一回事我认为是好事 OK 那你变成让多些人可以出去 因为现在我看到有些人 说了很久都不动 不是啊 你知道吗? 动很少而已 有很多个计划 因为英国那季一月才正式公布 怎样的细节 英国的BNO计划 所以我身边有朋友是在等着那些细节 然后在看买楼部署 除了英国有加拿大 澳洲 什么都有的 但是到你申请移民的时候 他也有一定的标准 不是你住完五年必然给你住多年 对啊 到最后他也会有他的移民标准 但是其实我又不是很赞同刚才你说给五千元 因为为什么我认识这些人 全部不是一些在香港找不到工作做的人 他们基本上有能力去第二个移民的人 应该有能力的很多都去了 那鼓励一下他去嘛 其实为什么我身边有几个人去呢? 就是因为国安法 不过说在国安法 其实我最近有个朋友问 那他单身的主要是什么呢? 两个东西就是 香港就是越来越接近大陆 还有觉得小孩将来教育会被洗脑 所以说不如我早点走 为小朋友来想 那如果你看真一点 每一个地方每一种政治制度下 都有他整一套的意识形态 只不过大陆的方法就死板一点 西方就灵活一点 但基本上对人来说 你让他接触什么材料 他就会得出怎样的思维方法 每个地方都其实有一套 整套的意识形态系统 只不过香港人大部分人可能接受不了 是吧? 不过说在国安法 我有一个东西挺想请教你 我收到一个朋友的信息 我说 喂喂 听说疫情是大陆过不了来的 大陆人 但听说如果疫情之后 有大陆人可以过来的 因为国安法 有些大陆人可能他 在香港买楼 他可能那些钱都未必是非常光明的 因为国安法 如果疫情过来之后 可以放松过来之后 可能他来香港沽楼 拿走资产 你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那什么时候都会有人买 有人卖 问题是哪种人多的意思 一般我认为香港的国安法 是主要拿来解决香港的问题 不是拿来帮北京解决他那些问题 香港解决自己的问题 都未能够搞定 大陆不会叫香港 去帮他在香港 去捕一些普通人 除非很特殊的情况 某些高层半变跑来香港 他可能要香港的政府帮忙 擦拿这些人都不奇怪 之前有过 很多年前 但如果一般人 在东莞开间厂 你可能拿地的时候 拒露了个官员 会不会呢 那些就拉无可拉 太多了 那些除非是言行的 刚刚和最近有关的 算够张的机会不多 明白 所以你觉得这条案 应该是谣言来的 不会有影响 那些人现在在大陆 你说他会走来沽 如果他有事 在大陆现在拘捕了他 明白 不要说在大陆 坐船经过旁边也拘捕了 明白 如果他要拘捕他的话 你觉得有了国安法的话 大陆人来香港投资 买楼投资的预欲 有增加有减少 不会有影响 我之前也说过 香港 在私有产权的保障上 现在是做得比大陆好 香港在交易的安全度 也做得比大陆好 另外交易员得到的款项 你存放不同的外汇 调去不同的地方 自由度也比大陆好 这个会造成大陆人想在香港 拥有一定的物业 现在大陆人 他可能在大陆已经拥有物业了 如果说过去那10年 楼价的升幅 大陆是升得多过香港的 所以如果他只是望 增值赚钱 投资深圳 投资深圳很明显 显留好过投资香港 但是说到保障上 我认为香港在财富保障上 给大陆人的信心 是比内地其他地方大 所以我认为 如果中央是放水一点点 也会有很多流来香港的 就不是没有人会想在香港投资 我们接触的客户 其实前一阵很多都落订 或者是网上看完楼来买 也有 是啊 那问题就是他钱到不到了 他有办法找到钱下来 他还是想在香港买 只不过这段时间 一个他人下来看楼困难了 我相信这段时间中央政府 是在看了很多 不是那么容易 让你在地下渠道调些钱过来 这几年都是越来越近 刚刚开始你就说 是不是政府应该给钱 那些年轻人出去资助他们 其实我想知道 因为你有移民公司 这两个月移民的询问查询 是多了的 多少 多多少 我移民部不是我们的主力工作 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小部门做 那如果说查询生意 就是之前多了整个小部门有特 就是增加是百分之一 二百的都有 问题是他总体香港的成交量 都是很低的 那是不是一申请了现在就立刻走呢 也不是每个人都立刻走的 除非你说一早预料去读书 一早预料去走那些就会有 你说在香港有份工作做开 他是不是立刻辞了份工作立刻去呢 他有很多都是买过保险的 那有一群人是以前已经买了保险的 那现在买的其实机会是 就是去的地方没有以前那么好的了 就是80年代90年代去的 可能去美加、澳纽、英国 现在那些国家其实移民的标准是提高了 就是以前申请到的人 现在去申请不是每个人申请到的了 那现在还没移动的那些 其实那个经济条件 其实没有第一批那么好的 所以现在去的那些就是去台湾、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也是 有些去蔡普洛书、葡萄牙 那些去欧洲、欧盟的帐账 但是实际上对于普通人来说 除非你是真的移民是退休的 没有在事业上想发展的 那你就会去葡萄牙而已 如果不是你刚刚大学毕业 那你去一个那些地方有多少工作机会 找到工作是不是事实上这么好发展 那现在有一批人是要突显香港没有前途 就是要得出这样的政治结论 他才会说很多钱走、很多人移民 但是实际上很多钱走、很多移民 对于还要留在香港生活的人不是好事 但是问题是你之前上一集的说到 有一集说到其实香港的前景又不是以前 那么多机会 以后因为中美关在香港的前景是少了的 所以那些人因为这件事而走 那是否有意义 那这件事客观来说 当然不有意义 但是对一个我刚才说有份工的人来说 就不有意义 就是他工作带好前途 那为什么会轻易去移民呢 他也是买个保险而已 那你比如你有份工 你去到别的地方有些专业人士 去到别的地方要重新考个专业资格 你即使考到专业资格在新的环境下 你的机会是不是在香港那么多呢 那真的要试过才知道 我自己就认为出去试一试 就会清楚一点 明白 谢谢施老板 谢谢大家